它是一個Metal 中間有一個絕緣叫Oxidation 下面是Semiconductor 這個部分是N-Type N-Type的兜病 就是它有多餘的 Carrier叫Electron 電子 我們把這個 這個叫Sauce 這個叫Drain 所以有三個Terminal 這三個Terminal呢 如果 我們在 這個符號呢 就變成這個樣 這是G 這是D 這是S D跟S是對稱 D跟S是對稱 所以 你這邊接什麼 我們如果是N-Channel D這邊是接比較正 所以這有一個VDS D 接比較正 S接比較負 因為它的Carrier是Negative Negative就是Sauce 從這邊出發 所以它負的 白癡負的 那這個G跟S之間呢 我們接了一個VGS 如果是這邊接一個VGS 就是這樣 所以這樣我們上次Demonstrate過 這是一個Transconductance 就這邊的電壓會 控制這邊的電流 那這個電流呢 有幾種情況 我們說有三個region 那三個region呢 我們要研究的是 來看它的特性曲線 我們 這個電流呢 稱之為I-DS I-D-S 就是GEN到這裡的電流 所以我們VGS VDS 還有I-DS的關係是怎麼樣 這個是 這個是VDS 這個是I-D-S 這個是I-D-S 所以Current 跟Voltage 到底怎麼樣 那對不同的VGS呢 我們可以畫出不同的線 首先的一條線呢 就是說 我基本一個VGS 結果呢 我得到 一條線是這個 這一條線呢 很喜歡叫做I-D-S等於0 那這一條線 I-D-S always等於0 對不對 I-D-S 等於0 沒有電流 也就是說 這個 不通 那是under什麼condition呢 under 這個 When VGS呢 不夠大 不夠大就是 小於一個threshold 叫Vt threshold 就是VGS呢 小於一個threshold 那threshold不夠大的時候呢 它這邊感應的channel 就不足以讓它導通 就是沒有感應足夠的electron在這裡 所以這裡到這裡是不通的 也就是VGS 小於Vt 沒有跨過那個threshold 要拿到學分要60分 60分就是threshold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要導通呢 它要VGS要大於這個threshold OK 那不大於這個的話呢 這個region呢 我們稱之為 這個 cuddled region 就是這個 這個system 在operate in cuddled region OK 這裡就是這樣 如果 VGS 大於這個 如果VGS呢 大於Vt 小於Vt 是這樣 大於Vt的時候呢 我們會得到的曲線就是這個樣 它會 這樣 好 這是given一個VGS 就是這個條呢 VGS呢 它是大於這個Vt的 但是大多少呢 我們先不管它 但是大於Vt 就大 超過這個threshold 超過threshold呢 但是我這條這裡有 好像有兩種 對不對 兩種情形 這種情形 跟這種情形 我們首先看 它VGS大於Vt的意思就是說 我這裡有感應 這個叫channel 這叫induce的channel 知道嗎 induce 這是感應出來的channel 這個東西呢 叫induce channel 這是因為我VGS呢 夠大 夠大以後呢 它才感應出channel 那感應出channel 既然有這樣的話 你看呢 這是food啊 這是通啊 對不對 所以我就dependent 我的VDS呢 變大 變大變大變大 而且電流就變大 所以這個地方看起來像一個電阻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電阻 對不對 我的VDS增加 這個部分就增加 這樣不是電阻嗎 這樣不是電阻嗎 所以這個region呢 這個region呢 它其實是一個叫做linearregion 但是它叫trialregion trialregion trialregion 它叫trialregion trialregion的特性呢 IDS呢 一個細節我在講 這個IDS呢 會大概隨著 VDS而增加 所以almost是linear almost是linear 它隨著VDS增加而增加 這看起來像電阻 對不對 電阻的話 I跟V一化就是這樣 就是電阻 有沒有問題 給你一個大於VT的VGS 但是 這個VDS大呢 大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這個channel呢 這個channel會變成什麼樣子 大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這個channel呢 的形狀呢 會變成 你看這VGS 這VGS呢 我講過的VGS呢 這是G 這是S 這是D 當我的VDS大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因為我往右邊VDS變大 VDS變大呢 譬如說我的VDS變大的時候 這個channel的形狀會變成 一開始channel是 這個樣子 接下來這個channel呢 會變成 這個樣子 到這一點 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 channel變成一個這個樣子 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呢 因為G-D VG-VD呢 the difference 越來越小 對不對 因為你VGS 我要給一個number 譬如說 VGS 跟VDS 我給一個VGS如果是4V 那我VDS如果是1V的時候 那VGD呢 是多少 就VGS-VDS VG-D 那這就3V 那這個如果是 OS是4V 那這個如果身高變2V 變3V 變4V 那你倒過來 這個4-2變2 4-3變1 4-4變0 所以VGD這個difference 會隨著VDS增加而減少 是不是 那減少的意思就是說 我這個difference 已經不足以感應 足夠的channel在這裡 是不是這樣 所以 到達什麼階段 就是 當VGD呢 小於threshold 就是它這個差異小於threshold的時候呢 我這個shape就變成這個樣子 就變成 變成這樣 這點沒有 那你說 我這個如果看電阻的角度來看的話呢 這過不去嗎 這過不去嗎 這過不去了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那半導體的東西 它到這邊以後呢 這個電子能會被 等於變少過去了 也就是說 到這種情況的時候呢 它就變成一個constant的電流 就你VDS再增加呢 電流是一樣 所以到這一點呢 到這一點呢 以後呢 這個 這個 IDs呢 它就 跟 VDS沒關係啦 其實它只proportional to VGS 這是一個VGS 所以它跟 VDS呢 就已經沒有關係 而且事實上它是平方向 細節我等一下再給這些number 好不好 這一條線呢 IDs呢 已經是proportional to VGS 平方 這一條線呢 IDs是proportional to proportional to VDS 所以 這一區呢 我們就要做 它的條件是什麼 它的條件呢 是 VGS要 大於VD 這沒有錯 還加上另外一個呢 VGD呢 V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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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小於VT OK 那這一邊呢 這一區當然就是VGD 大於VT 那這一點呢 就是VGD VT OK 有沒有問題 那這三個region 這個region 這個region叫trile 這個region叫tuddle 那這個region呢 這個region叫做saturate OK 所以transistoroperate在這個 所以畫很多條線是什麼 再畫另外一條線呢 是 不同的VGS 這是一個VGS 那這是另外一個VGS 但這個VGS呢 不同的值 但是它條件也是要大於VT 這是VGS 更大 大的上面 小的下面 所以我們畫出來的特性曲線就是這樣 那這邊有一個點 這邊有一個點 那這Rovlin呢 這一點是這樣 這個大概是成這個線 這個C線 所以這個是我們MMOS transistor的特性曲線 特性曲線 那 課本有詳細的equation 當在Cut-off就是0 對不對 那在trial的時候呢 trial的時候呢 我剛剛講過啦 IDS呢 是要proportional to VDS 但是它的equation是這樣 各位朋友 IDS呢 是proportional to VDS 但是它前面呢 還要乘一個term 一個term 叫 VGS 減掉VT 所以它proportional就是這個啦 但是前面要乘一個term 這個很複雜 沒有必要配 減掉 所以後面還有一個VDS 平方向 還要乘一個k 這樣 這才是它的equation 這麼複雜 你要記嗎 不要記 它是proportional to VDS 那你說它還有一個VDS平方啊 因為這邊比較小 這個VDS很小 所以其實這一項比較大 這樣啊 左邊VDS很小 所以這平方向比較小 是不是 這樣 這一項比較多明 所以它是proportional to這個 那k是什麼 k跟transistor size有關係 跟半導體的特性有關係 mobility有關係 所以這k又是另外一個equation 可以形成 k呢 間等於transistor的寬度 transistor的長度 越寬的話 動道越寬 對不對 這樣跨過的這個lens 就在分母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parameter 那這個是半導體的mobility Electrum的mobility 這是trial region的時候 proportional的這個 有沒有問題 那這saturation region呢 在saturation的時候呢 平的 平的時候呢 its呢 我說呢 他應該是independent of這個 vds 所以他就給 k vgs 減掉 vt的 平方 ids 跟vgs的平方 成比例 是independent ofvds 所以他是平的 這是獨立與 vds無關 有沒有問題 這是半導體的特性 同學注意一個 整個電腦 進步這麼快的原因 在於這個l 越來越小 越做越小 這l多小呢 第一個micro processor 叫4004 Intel 4個bit microprocessor 那時候一個transistor 大概只有 一個chip上 只有幾千個transistor 4個bit的micro processor 拿來做calculator用 那時候的l 是十個micrometer 在4004的時候 micro process l等於十個micrometer 現在呢 現在最新的東西 我也不曉得代號多少 現在的l 大概可以做到十幾個nm 所以這是一千倍 這是-6磁房 這是-9磁房 所以一千倍 shrink一千倍 所以一個方向shrink一千倍 X方向一千倍 Y方向一千倍 就shrink了一百萬倍 對不對 一百萬倍 所以 本來像清華大學那麼大的東西 可以做成像這麼大 這就是半導體在過去三四十年的進步 清華大學是多少 你們不知道 你們不知道 清華大學大概一平方公里 一平方公里就是 一平方公里就是 一平方公里就是1km Square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把X方向shrink一千倍 Y方向shrink一千倍 就變成一個m2 把清華大學變成像一個table那麼大 或是兩個table 這樣就是過去幾十年半導體的進步 OK 還沒有 還有沒有 再來 這個快到極限 快到極限 要設法做其他的事情 好 那我上次講的這個CMOS 包括PMOS 但是同學可能有點confused 我也自己覺得好像跳太快了 好 我們在 中間再加一個 叫load night analysis 那麼大家呢 load night 什麼叫load night analysis呢 我們在Dial的時候 講過load night analysis 對不對 記不記得 在Dial的時候 我們怎麼講 Dial呢 我要怎麼分析 跟Dial的通作在哪裡 我說 電阻 對不對 如果 我的Dial 跟我的電阻 什麼樣子串在一起 是不是 加上我的電壓 可以丟進了這樣 那我就可以知道他的工作在哪一點 OK 那MOS一樣 我如果 有一個MOS 我加一個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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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知道 我的MOS工作在哪 怎麼說呢 我的特性曲線不是一樣嗎 我的特性曲線是這樣 現在 我剛剛講過 一條線 五條線 三條線 這是VDS 這是IDS 那這三條線是決定於VGS VGS多大 對不對 這是VGS 表示說 我這個VGS 等於5 等於4 等於3 等於3 我畫了三條線出來 等於5的時候是這一條 等於4這一條 等於3這一條 所以說我不知道我的 電阻是多少 跟這個多少 所以我不知道啊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VDS 是不是 其實這已經不是VDS了 VDS是這個 知道嗎 好 我說R這邊有一個VDD 好了 我現在不把它叫VDS了 因為VDS VDS是這個 不要comput掉 好不好 然後這個有一個R 就是說我這個R 這是電子 的話 那我的Row9 Row9其實很簡單啊 我只要這邊取一點 然後這邊取一點 把它連起來 你說這一點叫什麼 當 IDX等於0的時候 那在這裡 沒有電壓 所以這裡等於VDD 對不對 是不是 IDX等於0的時候 這裡應該是等於 VDD這一點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沒有電流 沒有電流經過這裡 所以所有的VDD都降在這裡 不是嗎 當VDS等於0的時候 這裡等於0 那這個VDD都降在R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我的電流呢 這一點呢 應該是VDD 應該是VDD 除以R 這樣 是不是 那因為這個是電阻啊 所以這條線應該是直線這樣 分比越滿越差 這條Lode line 對不對 這是VDD除以R 這個是VDD OK 那我工作在哪一點 看你VDS等於多少 如果你的VDS等於5 那就是工作在這一點 如果你的VDS等於4 那它就工作在這一點 對不對 所以你的Q point 就是Q point Question point 在哪裏 Dependent你的VGS多少 那VGS等於3 它就在這一點 OK 我們假設我們的VGS等於4 那它就工作在這一點 這時候你就知道VDS等於多少 IDS等於多少 是不是 這個叫Lode9 Analysis 這跟這個道理完全一樣 這個道理你看 你回頭回頭去看Dial的時候 也是這個樣子 有沒有問題 那我現在要Show一下 你說這個有什麼用啊 這個有什麼用 這個有用啊 這有兩個 第一個呢 我Demonstrate這個訊號的放大給你看 訊號 就是VGS的變化 會導致VDS的變化 或者是IDS的變化 我們可以這樣講 你看VGS的變化 比如說我以這一點 以4這一點為中心 VGS變大 那我的電流變大 變小 我的電流變小 是不是 因為對過來的電流 對過來的IDS 是電流 另外呢 我上一次呢 講得有點太快了 就是講 講這個CMOS CMOS的時候呢 同學有點compute 其實CMOS這邊接了一個PMOS 其實這PMOS帶去這個位置而已 其實原理跟Low9是一樣的 只不過這個Low9不再那麼簡單 不是這樣電阻的直線 它變成是一個Transistor 那這個Transistor 也是有一個Low9 我們也是在畫兩點的交叉 兩條線的交叉 對不起 所以我等一下會再講這個 那我們先來DEMO學這個 我們上一次講過的 好 把螢幕放下來 欸 同學 把那個翻架一下 謝謝 謝謝 這個有沒有開 有嗎 有嗎 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 有了 看到 這是 這是我上次DEMO給大家看 我電腦並沒有關 這個Transistor 反正我進去裡面拿了第一個Transistor 但是 這Voltage很大 放到20V 然後這個上面 我忘了多少 好像 我讓它SWIP SWIP這個東西是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SWIP的Command是這樣對不對 我們是0到20V 然後每0.1V 進一個 這是很軸 那我們的VGS呢 我們是讓它0到5V 然後每 我不曉得更大的VGS會不會 我們再try一下好了 0到8V好了好不好 你會不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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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知道8V 電流好大 800A會電死人的 這是Power Electronics 所以 這是8V 7V 6 5 4 3 2 2以下就沒有了 所以2以下就CUTT 這是 8 7 6 6 3 1 那我們來看看說 我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應該 我要加一個 我要加一個這個 load resistance的話 要加多大 同學幫我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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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 我這個地方也許再大一點 讓它弄到35看看 很軸我們給它少到35 35這樣 然後它這邊會到35 那邊會到800A OK 那我這邊應該加一個多大的電子 load line 如果假設說 我希望這個 0V的時候 它就 它就到30 所以這個Voltage給它加30 沒有關係 好不好 0A的時候 它就在30 那 那如果是在 0V的時候 35全部放在我的 35全部放在我的這個 transistor的時候 0V的時候 35全部放在 全部壓在我的電阻 好 那會產生到 723A 所以我的電阻 會到800 那我的電阻應該多大 才會有到723A 因為 I等於V除以R 對不對 I等於V除以R 所以你這個電阻呢 要適當的放 我的 I等於V除以R 所以R呢 所以R呢 等於V除以I 對不對 當我如果放一個30V的Voltage 那我的I呢 如果是720V 所以這個R呢 等於多少 二十四分之一 很小的一個電阻 對不對 它是在0.0.04Ω 0.04Ω 0.04Ω 所以我放一個0.04Ω的電阻 來當我的Low Resistance OK 那我就可以工作在 適當的地方 好 所以同學我看 我把這個關掉 看我把這個剪掉 對不對 加個電阻 電阻是這個 加個電阻 好 但是我要把它轉一下 為什麼不行 好 可以了 我把它加個電阻 電阻啊 我們加個電阻 好不好 加個電阻 那加個電阻呢 我說0.04 這個很小的一個電阻 0.04Ω 那我現在開始呢 我這裡呢 剛剛我是秀 多少 我這裡要改啊 我這個地方呢 不能用一個 我的電源要把它帶到 剛剛講8 7 6 5 4 5 就是VGS 我把它放在4 好 譬如說我這裡要4弗 但是我要給它一個3位 我給它一點點的變化 所以offset 4弗 我做什麼呢 就是說 我的 這地方呢 變成一個 小訊號 加上一個 4弗的offset 因為我要把它operate點在4弗的VGS 對不對 那這個現在我要變化 譬如說我這裡希望有一弗的變化 這個是一弗 所以我變成一弗的sine wave 好不好 所以這樣就是4加減1嘛 所以我這地方用一個sine wave 這個sine wave offset是4 magnitude是1 frequency呢 也許1000吧 就這樣 好不好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 frequency 1000的sine wave 在變化 我要送進來 那它的正弗是1弗 所以我想看看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的 電流的變化是怎麼樣 那我們來看看這一個 這一個呢 我的DC value 剛剛講我是要做30對不對 是不是 我剛剛用這個是30弗來算的 所以我說我放到30 我這邊給它固定在30 OK 那我要simulate 但是我現在simulate 不是DC儲位 我要做transcent analysis 是不是 我要transcent 因為我要看我這個變化是多少 所以這transcent 我1000所以我要讓10個cycle給大家看好了 stop time也許是10個mini 然後0 然後其他都不用計了 OK 我們要來simulate看看 run 有bug cubic over 我剛剛做了兩個 怎麼會呢 好 好 我現在有人 我們要看什麼 第一個我要看這個 對不對 我的電壓呢 在V2這個電壓呢 現在看到的是3到5幅之間的sine wave 有沒有 這個是10個cycle 因為我剛剛講說4幅的option 加減1幅 是不是 sine wave 這是input 這個input 有沒有問題 我現在控制的是3到5 就是4幅加減1幅這樣 總共我算了10個mini second 因為我frequency是1000 所以10個mini second 就有10個cycle 有沒有問題 那這是input進來了 對不對 那我現在要觀察我的電流的變化 我剛剛這個課 給大家看的是這樣 這樣 對不對 我現在這一點是30幅 這個是多少 這個應該是30幅除以0.04ohm 是不是 這是720安培 那我現在要看 我看我1幅的 我這個是4幅 VGS等於4幅 對不對 VGS等於4幅 我把它帶到這裡4幅 4幅的時候呢 我的電流的變化怎麼樣 我的電流4幅 如果是5幅的時候 電流應該比較大 3幅的時候電流應該比較小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看電流 那我看電流 我就用這個探針看這個電流 這樣 知道嗎 來看這個電流 這個電流 你現在看到的是藍色的 它的大量呢 是在右邊 最小呢 是100安培 最大是360安培 有沒有看到 這顏色好像裡面 藍色都看不清楚對不對 我們把它改一下 你們喜歡看綠色嗎 綠色清楚 反正大家就會把前面那個改掉 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這個綠色的現在是電流 這電流呢 最低呢 是120安培 最高呢 是340安培 所以我一幅的變化呢 造成了100安培的變化 是不是 這樣有沒有問題 一幅特的input 這裡的一幅特的變化 這裡正負一幅嘛 你看這邊是正負一幅 對不對 正負一幅 那電流呢 是正負一百安培 正負一百安培 沒有問題 那你要改變這個值 你說我的walk-in 我的特性曲線在這樣子 我如果把我的VGS改變 你如果把VGS改變 你改變到這裡 或是你改變得很小 那你出來的這個curve呢 就會distortion 就是說 你這不再是三位 這個current不見得是三位 我們改一下 譬如說 我把Walking的這個 offset offset就是VGS 我把VGS變 你要變大或變小 我們看看呢 我如果變 剛剛是四嘛 對不對 我如果變很大 事實上五小的他都大了 但是譬如說我變小 變只有if offset if offset if offset if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input的變化就是 1 plus minus 1 就是0-2之間變化 那我們看看他的output會是怎麼樣 我們run一下這個 你看 你的offset變小 你的電流變成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藍色是我們的input 藍色input 那麼output就變成 只有變成這個樣子 為什麼 因為太小的時候不通嘛 是不是 不通啊 不通你就 你都沒有電流 也就是說 你的VGS呢 你看看 你的那個VGS的curve呢 我剛剛講 變成1幅 1幅的時候就變成 差不多在這裡 對不對 那在這裡之後 你這邊有放大 這邊就沒有了 這邊就cut掉了 所以你看看 這個operating point很重要 你要控制VGS在哪裡 同樣的signal所有的signal 知道嗎 好 那我們再看看一個現象 就是我們如果再回到 我剛剛回到一個很漂亮的4 對不對 那如果再大呢 他會往右啊 譬如說我如果把VGS呢 變成10的話會怎麼樣 因為我剛剛也沒有try 我剛剛8的時候還會walk 但是10的時候是怎麼樣 10好像還會walk 所以我剛剛那個還沒有exes到最大 那一部分沒關係 我們再回過來看這個 另外一個現象 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4的時候 對不對 然後我們的ampage如果大 你的音部訊號太大 也會失真啊 譬如說你是5 4好了 你的ampage4 就4正負4這樣 4又正負4 那你剛剛 你的amplitude 如果是大的話呢 你出來這個output呢 也是會造成這種問題 是不是 這邊變成這樣 這邊呢 變成鈍調 這鈍調的意思是什麼 鈍調就是你到這個地方了 是不是 你到這個地方了 所以你可以回去simulate看看說 我怎麼樣子 low light analysis 你要算 你要算 這個voltage多大 然後 你這個電阻 造成了這兩點 這voltage 那這個是voltage出一對點 那這樣交叉過來 就是你的那一點 這樣有沒有問題 蛤 這樣有沒有問題 low light analysis ok 好 沒有的話 我把這個關掉了 好 所以這個simulate很好用 同學回去要 要 善用這個東西 好不好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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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已經可以看得到 我可以控制這一點的東西 來決定它工作在哪裡 那這以後還會講 因為小訊號的分析 我們還會再講 那low light 我上次講說 我這個變成一個pMOS的話 就變成一個inverter 那這是怎麼 它也是low light 因為你現在對low light清楚了 low light清楚以後呢 就好辦 你low light清楚以後呢 這個東西就好辦 我們來看 CMOS inverter 這是最重要的gate logic game裡面最重要的 好 那要分析這個東西呢 用low light的關係來看 比較不會像我上次一次畫很多東西給大家 這是input 這是output 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是這樣的話 你就把這個當作low light 來看就好 你就把它當作low light 那你就會分析了 怎麼說呢 我還是一樣 這個是input 這是output 那我的input 其實是等於VGSN 對不對 我的 這個地方我就寫一個5幅就好 我不要給大家confuse 假設這個是5幅 這個就5幅 好吧 那我的V 這個地方呢 如果是input是5 4 3 2 1 0 我這幾個點 那我的這個 有幾個要concent 第一個我的V G SP 是多少 這是VGSP VGSP呢 我們上次講這是P-type P-type P-type比較正這邊是S 這邊是D 這是G 所以VGSP呢 VGSP呢 是VGSN減掉5 對不對 是這個減掉5幅嘛 所以它是等於 VGSPなんです VGSP -5 這樣 OK 所以 這個減5 那就是0 這個減5 就是-1 F2 F3 F4 F5 CV 大家 什麼問題? 那 Low the 9就是這樣的 Low the 9就是 5 4 3 2 5 4 3 2 0 就沒有電流 假設是這樣子 這是VGSN VGSN 5 4 3 2 1 所以你要分析這個東西 就是說 當我的Input為5的時候 我要分析一次 為4我要分析一次 為3的時候我要分析一次 為2我要分析一次 為1我要分析一次 為0要分析一次 知道嗎? 那我的這個地方是5幅 所以我的Low the 9是怎麼樣 我的Low the 9是這個是5幅 那這一條線如果是5的時候 就是Input為5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一條線來分析 然後我要去找 我VGSN VGSN 等於0 這個Low the 9 不不不 特性曲線 就是說我現在呢 我上次講過說 PMOS 不是也有它的特性曲線嗎? PMOS的特性曲線是怎麼樣 PMOS你的特性曲線呢 畫出來呢 跟這個 你把方向畫對 把方向畫對 方向畫對的話呢 就是說 我如果 我的電流呢 我去看 IDSP 對不對 跟我的VDS P 還有VGSP 的關係是怎麼樣 VGSP是負的啊 VDSP也是負的啊 對不對 電流是這個方向 是不是 IDS 是不是 都是負的 所有東西都是負的 所有東西負的都是要畫在這個向前 所以如果我用另外一個顏色來畫 我這個 我另外一個顏色來畫 我這個 VDSP I DSP 它的線就是這樣 跟這個對層類似 類似 因為這個是負子 這是比較負 譬如這邊是負乳 負氏 像這樣 叫I DSP 因為電流真正是從這邊方向過來 那你這個就是 VGSP 等於負1 負2 負3 是這樣 有沒有問題 那我為什麼說 我把它倒過來 我把它倒過來的原因是 就是因為 I DSP 跟這個 I DSN 這兩個跟我方向相反 所以I DSN 會等於負的I DSP 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個呢 就是 所以I DSN 會等於負的I DSP 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是 VDSN 還有VDSP 還有5 這個關係 它有一個平移的關係 平移的關係 所以才會說 我現在如果要用這一條 如果你這個用這一條 那它要用這一條 也就是說 你這一條 跟這一條 要一起來分析 看它的交叉在哪裡 所以我把這一條呢 拿上來 倒過來 就變成這樣 那這個跟這個的交叉點在這裡 所以五幅的時候 input 5幅的時候是這樣子 有沒有問題 對不對 那如果是4這一點 你說4的時候你就要 你如果是4的時候呢 這個就要負一這一條 抓負一這一條 起來跟它交叉嘛 那你這個是4這一條 那你的是負一這一條 負一這一條是這樣子 負一是這樣子 負一是 你把它倒過來 移過來 它就變成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是這一條 所以它交叉點在這裡 那一起來推 意思就是說 你的 這個把它當low的9呢 就是 它每次用到的是不同的線 那這個線呢 不像電阻那麼簡單 所以你看看 4的時候 你就要抓這一條 如果你input是3 你就要抓這一條 你如果input是2 你就要抓這一條 你input是1 就抓這一條 那這一條就是 這一條 這一條 這一條就是這一條 沒有問題 所以 把它當做load 因為它的load 只不過這個load呢 它這裡不同 會造成用到不同的一條線 我們如果是電阻 那永遠是那一條線 對不對 電阻永遠就是這樣子 但是這個是一個pumos 所以 那這樣你整個畫過來 就變成 這兩個 到最後呢 你說 我就是一個很好的inverter 為什麼 input 大的時候 output小 input小的時候 output大 good 那是inverter 對不對 所以你畫出來 就是一個inverter 而且非常接近idea的inverter idea的inverter 你這個inverter是in不被output的關係 就是idea 所以你畫出來就是一個inverter 而且非常接近idea的inverter idea的inverter idea的inverter呢 這就是inverter 什麼問題 好 沒有的話我們今天到這裡 下禮